恭喜周星哲当吧 他3月底10集 一动宣布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跟赵黛星已经步入人生下个阶段 并要一起迎接新生命建立家庭了 在这期间他除了工作 也会带着老婆到处去 13日他在网上报喜 开心晒出女儿的照片 并用中英文两版 写了一封给宝宝的信 他说你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美妙的事情 我喜欢每天唱歌给你听 妈妈喜欢盯着你看 女儿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感动 周星哲还温柔地表示 即使女儿的哭声都很喜欢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爱你的爸妈 发文才短短半小时 就涌入超过4万粉丝喊恭喜 哥哥周宇天也第一时间留言 大伯爷爱你哦 幸福快乐健康长大 周星哲经纪人也向媒体透露 他全程陪着老婆生产 一家人都很开心 女儿名字目前还没有想好 但写信给女儿时 周星哲又忍不住哽咽啊 说不得关系很微妙 却不是爱情 若是这种微信 使我不够真情 你在追问和情愚笨 我也清楚你是怎样美人 啊 我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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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